人在江湖飘 哪有白 人在江湖飘 哪有白刀混江湖啊 我们全凭一气 大家好 我是当朝驸马脚网正 那个被中共啊 在网上喊了三年的讲片 最近这个案子 有了新进展 这个对方的律师呢 那个撤回了一些 那个撤回了那个八个 就他的前面的所有的动议啊 他已经全部撤回了 主要在主要在这里啊 主要在这里啊 他的那个所有的动议啊 他全部撤回了 他六个动议是什么动议呢 第一个是给澳洲移民局的 第二个呢 就给奔驰的那个 奔驰的那个 就我买奔驰的那个 这个不是我买啊 是那个雇佣我的公司买啊 就是他把所有的动议 全部撤回了 他把所有的那个船票啊 全部撤回了 他把所有的船票啊 全部撤回了 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六张 六张船票啊 全部撤回了 第一个船票是给澳洲移民局的 他撤回 那如果他主动撤回的话呢 他这个就可以啊 这个在我那个 就办给移民局的那个邮件里面啊 就就就就就对我非常有利了啊 呃 什么叫政治迫害 这个就叫政治迫害啊 这个叫政治迫害的实质啊 就我跟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啊 你没有资格 也没有理由给移民局发邮件啊 要我跟移民局的所有书信网案 这个显然意见是中共在后面推动的啊 如果我跟任何人民事诉讼啊 如果我跟泰格哥啊 比如有点经济纠纷啊 那我怎么可能啊 泰格哥说啊 你我我我我给移民局的那个啊 发一个船票啊 你跟那个尹科的那个所有的邮件啊 全部给我啊 第一个移民局本来也不会给啊 因为那个政治庇护的那个签证呢 他是不需要啊 给任何的这个资料 第二个呢 就是奔驰的那个 奔驰的那个呢 虽然那辆奔驰啊 我在使用啊 但是呢 那个奔驰是一个请我的公司啊 给我使用的 这个你给公司发船票啊 那个公司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啊 我一分钱都没有投给那个公司 我只是那个公司聘用的 好吧 就就 呃 那个中共呢 他还是像国内那么傲慢 好 第三个呢 是CBA啊 CBA的 他是带两个账户的啊 一个账户是我的 另外一个账户不是我的啊 那么呃 这里是怎么来的那两个账户呢 第一个呢 我的账户是我给那个南澳啊 发过呃 就是打过钱啊 原来可能有有些比二要付啊 我转给他啊 那他他把这个给我挖出来了啊 第二个呢 就是我不是借给他老婆的那个学生签证的那个保证金 不是我给他的吗 那我就通过我朋友的账户转给他啊 就这个三万的那个那个账号 他也问那个CBA啊 要要这个呃 要这个银行的所有流水啊 那这个他现在也撤回了啊 最后一个账户啊 最后第四条的传票啊 那他就是把南澳给卖了啊 呃 就是 就是A&Z啊 A&Z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啊 Bank啊 Globe A&Z那个账户呢 是我在南澳的时候就注册的一个账户啊 那个账户我基本不用啊 呃 为什么基本不用呢 因为那个账户 为什么基本不用 我其实就每个月转两千块钱进去啊 转两千块钱出来啊 基本没有用啊 然后呢 第五个呢 是呃 Vitoria 路的啊 A&的呃 呃 就是呃 呃 维州的那个路局啊 还有呢 就是我的那辆Q7啊 买卖记录啊 呃 太搞笑了 Q7也在我的8964名下啊 8964这个公司跟我有关了 就他呃 这个律师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讲的 应该是完全受到中共的指挥啊 因为澳洲呢 他是我的公司是我的公司 我个人是我的个人啊 在我个人没有宣布破产之前 你问我公司去 要这个材料啊 这个这个显而易见 这个这个有有很大的问题 呃 所以啊 他后面推动的是中共啊 那么还后面还有一些内容啊 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啊 还有还有这样啊 他的他的律师啊 写给我律师的一封邮件 呃 主要是主要是找各式各样的借口啊 本来我们不想撤回的 现在我撤回 他为什么会撤回这六个船票呢 呃 因为那个维托利亚的高等州立法官啊 他勒令他的律师撤回 你如果不撤回我罚你钱 啊 如果你不撤回啊 我就罚你款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 啊 第二件事情是 那个他找了各种理由啊 他要少缴保证金 就是因为 呃 原告不在 维州啊 不在澳大利亚境内 所以他跟我打官司 他要交一笔保证金给那个 呃 呃 高等马亭啊 那么这笔保证金的来源啊 我们到时候啊 我会去彻查一下 啊 如果是他打出来的 呃 那么这个是有问题的啊 为什么有问题呢 现在啊 中国大陆的那个 呃 银行是不允许你把钱打到海外的啊 哪怕你有那个 呃 包括留学生的学费啊 包括什么 他现在都有一些问题的 其实啊 当然啊 呃 他可以找到各式啊 我五万美金以内啊 我可以打啊 他可以找各式各样的理由了 呃 这个打也允许他打啊 反正呃 将来啊 这个都会清算啊 不要急啊 显然这个是 其实是中领馆给那个律师师事务所啊 付的钱啊 这个内容呢 有一个 有一个人啊 跟呃 这个官司呢 有一个人已经跟那个 已经沟通了比较久啊 包括从另外一条线啊 他也也说了 那呃 包括他在美国也在也在给我啊制造一些麻烦啊 他他他跟美国的一个人啊也在给我制造麻烦 他中国大陆境内的制造麻烦就更多了啊 他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把我的诚信记录打掉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其实有点难度了 啊 我在澳洲反正我只要奉工守法啊 做我的事啊 就行啊 没有关系 但他的这些账户的这些来源啊 这些东西啊 他都是有一些 那个 都他后面都是有原来跟我接触的一些人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那是一台国家机器啊 那是一台国家机器啊 那他跟我的民事诉讼啊 呃 其实就是消耗我的资金啊 这个我很清楚 那么最近香港的那个三个 呃 三个那个呃 一个是荷兰籍的 一个是荷兰 荷兰籍的一个呃 山东人啊 山东 原来是山东人 现在是荷兰人啊 那第二个呢 是一个香港人啊 另外一个可能是呃 他的自己 他的那个嗯 资方的背景可能是那个中国大陆啊 但是他们跟我之间的那个合作就完全是商业上的合作 啊 我就帮他们搭一个架构啊 那么由他们这边呢 我就可以得到一些钱来支付这些那个呃 诉讼啊 那接下来我可能我跟中共的这个诉讼会进入一个常态 所以呢 我就是准备了投资房啊 我说需要去盖学生公寓啊 是这个原因 就可能接下来的五到十年啊 我都会跟中共在那里打官司啊 我都会我都在那里跟中共打官司 所以这个呢 我是准备好了的啊 这个我其实早就开始布局了啊 呃 因为我已经预料到这一幕会来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来的那么快啊 来的这么快呢 就有些计划被打乱啊 但这个没关系啊 水来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呃 中共跟我的这种诉讼啊 民事的诉讼越多呢 呃 其实对我的那个 各方面都更有利啊 更能证明一些东西 其实啊 呃 非常有意思啊 呃 但是这个呢 没没关系啊 他那到现在应该 据我的了解到也不是习近平啊 就是王小洪 啊 王小洪的女儿跟习近平的女儿关系比较好 啊 王小洪呢 呃 确实啊 使用了一只鹰犬啊 就是胡州的啊 公安局局长啊 胡州 那个夏文行啊 夏文行现在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啊 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 啊 不 呃 市委副书记正经兼公安局局长啊 就公安局局长担任一个市的第三把手啊 这个历史上 呃 非常啊 这个历史上中共还是第一个啊 OK 呃 呃 呃 那么现在的那个 呃 呃 呃 现在的这个 呃 呃 对对对对对 啊 现在这一幕啊 呃 反正是越来越有意思 啊 那么 呃 对我来说倒没什么 我反正那个很平常心的去对待 啊 这些神 这些事啊 因为 现在啊 就是 我的状态是越来越平常心啊 什么 为什么会很平常心呢 呃 反正都已经经历了这些东西了 啊 那就再来也没有什么 而且我我以为我都有准备啊 呃 这些都是预料之内的事啊 只是来得早和来得晚的问题啊 中共还是来得晚了 啊 中共啊 还是来得晚了 呃 而且呢 中共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啊 错误的地点 呃 错误的时间是 疫情如此严重啊 他他搞这些 那么错误的地点 他选择了那个 那里 如果他选择在阿德莱德或者西级啊 可能当初就推动这件事对他更有利啊 呃 但是呢 他中共啊 没有掉到坑里 呃 他还是遵守了一些澳洲的一些基本的法律 呃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呃 就是呃 理由很简单啊 呃 因为第一个事情是 嗯 他以我的那个Java Lensens啊 为最主要的啊 为那个第一举啊 这个有待商榷啊 其实呃 当然啊 其实从众多的跟律师之间的这个邮件往来啊 啊 可以看出啊 啊 这个其实当时就是对方律师啊 对澳洲的法律啊 读的不是太透啊 呃 就是会被我的那个律师啊 啊 碾压啊 会被我的律师压着打啊 呃 这个本来就在预料范围内啊 因为中领馆可能从中共那里拿了一大笔钱啊 可能拿了十万啊 但是呢 呃 中领馆现在不是签证啊 他不是 那个啊 这块肥油水没了嘛 啊 那这块油水没有以后呢 他的中领馆现在的这种啊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种状态啊 可能 悉尼领馆啊 也没有油水啊 那么他没有额外收入 那么如果他从中共手上拿十万澳币 他可能最多给这个律师两万啊 甚至更少啊 甚至一万 那么呃 给那个律师一万 那就给啊 这个西里 木尔本的这个上庭律师的钱就更少啊 所以中共啊 他现在是啊 拉大企啊 拉虎皮做大企 这个没关系啊 站在我的角度没有关系啊 你跟我的这个诉讼啊 澳洲政府都是记录在案的 好吧 我现在的状态 我现在的身份啊 我现在什么东西啊 这个都都都很好 所以这这就是我跟其他人的不同 就我应该是就是防御 以防御为主 就要进攻啊 就让中共去进攻啊 就防疫反击战啊 就是防守反击啊 这个是在打权里面是有一个讲究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擅长这方面 就是防守反击 反正一步步来吧 我倒也不是太急 我倒希望他们买好 我希望各个人啊 各个事都买好 我希望他们的力度啊 可以加大 他们的这个事情啊 可以做得更漂亮一点 我为什么反而希望他们做漂亮呢 因为他们做的越漂亮 其实对我越有利 就你们做的越漂亮 越露骨啊 对我越有利啊 你你又越用混招啊 对我越有利啊 包括给移民局啊 你给移民局 我跟 澳洲移民局的所有属性往来啊 这样的内容啊 就就就对我是有利的 好吧 那其他我就不多说了 好 人在江湖票 哪有白刀 混江湖啊 哪有 混江湖啊 我们全凭义气啊 我是当朝驸马江王正 感谢大家收看订阅转发评论 还是老段子啊 习近平和习办的工作人员 看到我的视频 应该要求习近平出来跟我道个歉 习近平应该对我说 哎 尹可我错了 我没管好浙江公安 浙江公安和北京市公安局 那个习民泽啊 虽然你是90后 虽然你去美国留过学 但是负债女还 天经地义 替付还债不丢人 习民泽抓紧时间 鼓起勇气来墨尔本 我们好好在床上切磋切磋 我一定让你怀了运回去 一定让你父亲习近平啊 做外公啊 蒋网正吹拉弹唱 十八般五亿 除了吹不行 拉弹唱十七般五亿 那是艳阳尽头 好吧 习民泽抓紧时间 鼓起勇气来墨尔本 好 拜拜